如果有一个短跑选手能在10米之内摧毁一切对手 那他无疑是世界短跑赛场上的异类 而这个人便是被冠以10米战神美誉的美国选手德梅克·坎普 他可能不是最为人熟知的短跑运动员 但坎普的启动速度却被很多业内人士奉为绝对神话 在前10米的比拼中 无论是百米传奇尤赛恩·博尔特 还是60米之王科尔曼 甚至是曾经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鲍威尔 面对坎普在这短短10米的加速时 都只能望尘莫及 科尔曼曾在采访中打趣道 如果只比10米 我在坎普面前就像个弟弟 这样的高度评价 足以说明坎普在前10米领域的超凡之处 然而 这个10米战神的称号 或许更像是一把双刃剑 在前10米的比赛中 坎普的表现堪称无懈可击 启动瞬间如闪电般划破赛场 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的表现无法持续 30米后 他的速度开始明显下滑 60米时 他的节奏彻底丢失 而到了90米 几乎就是观众目睹 他被对手逐渐反向瞬移的瞬间 仿佛在他冲过前10米后 比赛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悲剧的剧本 2019年 被认为是坎普职业生涯的巅峰 在那一年里 他数次跑出10秒20以内的优异成绩 甚至在美国本土创造了 个人百米最佳成绩 10秒03 就在外界普遍认为 坎普破10秒 只剩下时间问题时 这个10秒03的成绩 却意外地成为了 他百米赛道上的绝唱 随后 坎普做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决定 他选择了转战60米的短跑赛场 在60米的领域 坎普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面对老将鲍威尔和名将布罗梅尔的压迫 他以6秒50的惊人表现夺冠 这一成绩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第二块的记录 赛后 坎普难掩兴奋之情 但他的言论却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采访中 坎普对鲍威尔颇具轻蔑之意 能击败这些竞争对手 我很高兴 但鲍威尔不是我的偶像 他只不过是一个即将退役的老家伙 这一番话 瞬间引发了鲍威尔粉丝的愤怒 他们愤然回应到 一个连10秒都破不了的选手 有什么资格对五哥指指点点 言论的反噬与坎普的陨落 或许是言语上的傲慢导致了反噬 自此之后 坎普再也没有拿出过像样的成绩 更为尴尬的是 他频频在正式比赛中 跑出11秒开外的成绩 作为曾经的10秒03选手 这样的表现 不仅在国际赛场上抬不起头 甚至在国内都难以称雄 如今 28岁的坎普依然在坚持训练 他没有放弃破10秒的梦想 依旧相信自己可以在白米赛道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体能与状态的下滑 以及后起之秀的不断涌现 坎普想要突破10秒的难度 显然已经越来越大 也许在他的心里 已经逐渐明白 自己与那到10秒的门槛之间 还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0米最快男人 还是遗憾的故事 坎普注定是短跑史上 一个独特的存在 他的10米战神称号 曾经让无数短跑爱好者 惊叹不已 然而 他的短板同样让他在 更长距离的较量中 屡屡陷入被动 坎普的故事 更像是一段 关于极致速度 与持久耐力间 无法调和的矛盾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坎普能够再一次在赛场上创造奇迹 但即便不能 他那前10米的闪电般速度 也足以在短跑史册上 留下属于他的独特印记